海底珍贵的珊瑚礁又被粗暴的破坏了 台东绿岛石郎保护区的珊瑚礁 月终台北南辽鱼港整修工程施工单位破坏 没想到现在竟然又在犯 施工单位为了赶进度违规偷跑 而且这一回呢破坏面积更大 有四到五个篮球场大 潜水员目击这一幕心痛不已 痛骂厂商的行为令人发指 潜入台东绿岛石郎保护区 粗大的缆绳狠狠压在珊瑚礁上 断的断裂的裂潜水员怒火中烧 因为月终才制止一次 没想到26号又看到珊瑚惨遭破坏 气的大骂因为相较于月终 破坏面积更大了 上回摩岸石像惨遭断头 这回则是珊瑚礁被撞出大洞 面积有四到五个篮球场大 而且破坏者又是同一个施工单位 南辽渔港的整修工程包商 上回破坏后已被县府开罚 并要求八月要跟公所潜水业协调 才能继续 但现在为了赶工竟然偷偷开工 再度破坏珊瑚 依照渔瑞法的相关条文 大概会处于最严重罚款 大概会到15万 那这一部分如果厂商在旅券不听 继续采取处罚 另外一方面热令他们停工 县府再次要求厂商要做好相关配套措施 才能复工 只不过厂商不但偷跑 又破坏珊瑚礁 信任度已在居民心中 打上一个大问号 这有刘云祥他们报道